Hello 大家好 我是屍古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神早新聞報道 今天是10月29日 星期六 各位觀眾 如果今天是休息的話 就要好好珍惜今天 多點去休息 或者出去玩一下 做一些可以釋放身心壓力的事情 現在的氣溫是25度 外面就是間不中天晴 本港地區今天的天氣預測 大致天晴 日間乾燥 最高氣溫大約30度 吹和換的東至東北風 接著就和各位看一看疫情的資訊 新冠疫情反覆 昨天新增了5656宗確診 再次回落到5000宗水平 另外衛生署在本地發現了一宗變異病毒株的個案 就是BQ.1.1的亞系個案 其中27歲的女子居於油尖旺區 並且已經接種了兩劑疫苗 另外再多7人死亡 7日的平均死亡人數是7.1 死亡率是0.128% 就是9月16日以來的新低 另外全期的死亡率也再次降至0.54% 疫情也是這樣 比較牛皮的 接著就再看看康泰的新聞 因為康泰結業不僅值得大家懷緬這麼簡單 因為當消息一出過多3-4個小時後 就越來越多的虎主出來投訴 虎主包括什麼呢 包括持有大筆現金券的虎主 以及康泰入面的職員 現在和大家看看 有媒體收到購買了康泰現金券的梁小姐投訴 她在網購平台在9月份 已經發現不可以再用康泰的現金券去結帳 她曾經多次就住現金券的問題 打電話去聯絡康泰 亦都在網上的商店上留言 但也沒有回覆 她認為康泰既然明知道自己營運是有困難 就不應該買現金券 希望旅行社這方面 可以有賠償給相關的學客戶 大律師陸偉紅就直言 其實持有康泰現金券的客人 可以拿到賠償可以說是微乎其微 因為他們為康泰的無抵押債權人 屬於最後一批才能獲得賠償的債權人 不過她也是建議相關人士 可以去臨時清盤官登記債務 這些也是等於Klostini的翻版 無論是Klostini的餅譜也好 或者是旅行社 甚至乎是康泰這些 大家都聽到名字到這裡的旅行社也好 其實都是這樣 都是衰的 你會問有沒有人 真的會這麼良心 可以賠償給你才結業呢? 即是如果她有能力賠償 我相信她會短暫的時間來講 會去拿她的經濟資源 拿她的經濟能力 繼續去撐起店舖 去留意通關這件事 即是如果她有能力賠償 可能她現在也不用收拾了 所以拿著現金券那些 她絕對是苦主 那康泰也是壞的 但沒辦法 即是現在的世界 大家都是這樣玩的話 往往就是犧牲了他人的信任 由於現在有這麼多新聞的話 其實大家以後對於任何店舖賣的現金券 都會有所抵觸 即是 就算你萬寧賣現金券 哎呀不要了我怕怕 屈神市現金券 不要了我都怕怕 連康泰都撿 可能隨時有其他東西都撿都不頂 這些其實是消磨了社會人之間的互信 亦都不利於一些商鋪 將來去繼續賺錢 另外除了剛才所說的小姐的個案之外 另外前新城電台的DJ科林 原來她都手持康泰的現金券 牽涉到60張 總值60萬 這些現金券都是原定下個月底到期 她自己都直言就說不開心了 希望有其他旅行社協助 提供相同的優惠 就比持有康泰禮券的苦主 我覺得這件事想多了 即是其他的旅行社自己都不多 還要怎樣去吃別人的債務 即使是吸引你消費也好 但也沒理由原額等 最多就是每一張1000元的 就當你是100元的 這樣就吸引你過來消費 即是你說要同樣優惠的話 這件事真的想多了 接著再去看其他的苦主 有很多的員工 其實由9月開始都已經是沒有薪金 他們也在投訴 想不到香港品牌最終被國內公司寫棄 因為國內的公司自己經濟都不行 所以能夠撿到子公司就撿到子公司 免得被子公司拖累自己的債務 不論你是旅遊業或是零售業或是飲食業 其實大家都是這樣 都是很難的 只不過在同日也有本地的旅行社 叫做東營油 同日發稿就說 設立專門的電郵 承邀受清盤事件影響的員工 去投送自己的履歷 並且承諾會優先處理 既然要為旅遊業界挽留人才 也要為同行共渡時間 我自己覺得東營油這招不錯 因為你這樣做的話 你不需要去賣廣告 現在都已經有些報章 例如我 我都讀了東營油的名字 對於東營油來說 你全部聘請熟人的話 你不需要再聘請新人 甚至乎可以直接解僱自己公司的新人 聘請的每個都做過三五年 做過十年 每個都具有經驗 而且你出的錢 亦都不需要跟隨別人原有的高薪口積出 你出便宜一點 別人都隨時會過來做的話 這一段時間 如果你有根基 你就可以密識更加好的人才 在將來通關之後 就更加一飛沖天 同時這個東營油 亦都可以將自己公司入面 他認為不好的湧原 就可以一次過清除了 因為坊間太多優質的人才 同時釋放了出來 下一則新聞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飛去台灣 我們都很不喜歡的老女人 她的住宅 她的住的地方被人入侵 她的老公被人打 襲擊者 在美國時間的十月二十八日早上 闖入了佩洛西和她的丈夫位於三藩市的家中 文中有指 這個大徒已經被捕 但她的姓名尚未被公開 她的犯案動機仍然調查當中 如果這個人既然能夠成功進入去 如果真的被看到佩洛西的話 恐怕就不是拳頭交這麼輕鬆 因為美國他們沒有那些管制 所以任何人 只要你有心 你都可以弄兩發 招招招招招 佩洛西就算幸運 如果不是 她應該沒辦法看到今天的陽光 也沒辦法 這麼開心 就是說 如果讓我看到特朗普 我一定會打她獲金 也可能是因為佩洛西這些言論 所以就導致有很多特朗普的極端支持者 會選擇去找她聊天也不頂 原來佩洛西這麼容易找到她聊天的話 其他的美國政界人士 他們都要小心自己的人身安全 只不過這些美式自由 他們經常提倡這件事 現在就讓他們好好去接受一下 下一則新聞 在八鄉發生了縱火案 在昨天晚上10時 在錦常路吳家村近排荒有車房起火 辦公室連同多輛車輛 付諸一句烈焰衝天 並傳出多下爆炸聲 驚動了大批村民報警 警方把火警列作為一級火 動用了兩隊煙霧隊和兩條喉冠狗 大約在50分鐘後把火救適 消息指一男一女的村民需要疏散 其中姓葵的76歲女村民 受驚不適需要送往博愛醫院治理 另外起火的車房內有數隻貓狗 情況暫時未明 現場消息指火警是涉及兩間車房和一間貨倉 車房面積大約80米×80米 分別從事汽車維修和汽車尾容 現場起火面積達40米×50米 消防員在現場發現多個火頭 並找到助燃劑 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 警方便將案件暫列作為縱火案處理 正在調查事件 有很多居民都在說 沒有啦沒有啦 那些車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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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顯就是得罪人 所以就搞到被人燒了 那個車房老闆也是住附近的 都見著消防救火的時候 掩著頭 老闆真的有點頭暈 因為等於四五百萬的資產 一夜之間一聲就沒有了 那就相當之恐怖 所以這些暴力事件 也是要盡可能去杜絕 因為每個人的私有財產 都是值得尊重的 如果一個人 可能他傾著於大半身的資金 去做一件事 去搞車房 去搞車那些什麼 可能用了八百多萬的 但是突然之間 因為得罪人 走出街問候過別人 一兩次之後 跟著所有自己一身人的 的積蓄沒有了 那這件事都是相當之可悲可憐 還有就真的要快些 拉回那個犯人 如果可以文事起訴他 都要逼人家賣樓 都要填回這條數才行 好了 下一單新聞 車鏡直擊 在葵福路 貨車失控晚衝 在十字路口 就釀成八車箱撞 鐵騎士 即是電單車司機 還要重傷 在葵沖發生了嚴重交通意外 在昨天晚上六點的時候 警方就接報 在葵沖的葵福路 以及永基路交界 發生了最少八車箱撞意外 包括兩架貨車 四架私家車 一架的士 一架電單車 其中貨車還要翻側 事件當中最少四人死亡 包括一名電單車司機傷勢嚴重 送往瑪嘉烈醫院救治 現場消息指 一架嘉利物流的蜜豆車 懷疑因為殺車失控 失靈 所以在紅燈期間衝出十字路口 並釀成多車相撞 下一則新聞 在大埔的吳洞澤 昨天發生了嵌樹的奪命意外 六十四歲的南村民代表 邱玉生在昨天 聯同埋村民去處理一棵枯樹期間 遭到一個6.4米 直徑大約35厘米的樹幹 踏下擊中昏迷 送往瑪達蘇醫院搶救後 證實不止 死者卿長表示 早前已向政府投訴村內有幾棵枯樹的問題 但部門一直推卸責任 未有處理 批評政府部門卸責 另一個村長說 死者過去一直熱心去處理屋村的村務 在三個星期前 他們已向政府投訴 但當時人員視察過後 呼樹沒有即時危險 所以沒有去跟進 死者希望在新年前 能夠處理呼樹 避免村民發生意外 但想不到 在昨天自己自行處理呼樹時 反而是喪命 多名死者親友 到醫院了解事件 死者的哥哥 幼先生在談及意外 雙眼通紅 他說村內有幾棵樹都有問題 已經不斷投訴過 但各個看完後 部門理推他讓 令事件不了了之 結果弟弟趁著今天休息 聯同幾名村民 想處理棵樹 又形容 弟弟一直積極處理村務 大小的事務 都落手落腳 又直接去批評新一屆 政府說 現在什麼都說做 現在做了什麼呢 還有最諷刺的是 現在死了人 政府之後 才去處理其他村內的垃圾 整件事是令人很諷刺的 但今次這件事 政府都找到一個地方可以推卸責任 其實政府要去賴 因為他們絕對做得出 我自己也見識過 他們可以把責任怪 到死者那裡 明知他是枯樹 但你自己又沒有專業的樹木牌照 你搞去移動那棵樹 結果就搞到窄死了自己 政府是可以這樣賴的 甚至乎可以找一些專家說 如果你沒有碰過那棵樹 其實這棵枯樹 最起碼可以押納多三年之後才處理 因為你去碰它 你沒有專業牌照 所以搞到這棵枯樹崩了 其實政府絕對可以在這方面推卸責任 當然政府就不會在明面上說 而且昨天才有人喪生 政府都不是傻的 最多都是在三四個月之後的文件 輕描淡寫去提起這件事 推卸自己的責任 而且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關於這個村的枯樹 就會第一時間處理它 這方面的嵌樹處理 又是顯示了紋身方面的問題 仍然有些事情都未處理得好 總結來說 這件絕對是一個悲劇 都不知道說什麼好 其實真的很無辜 那些好人去幫一些公務員 不去處理推卸責任做的事的時候 結果就是被眾人的冷漠 導致連條命都沒有了 這些其實和我昨天和大家分享的平庸之惡是一樣的 就是好像這樣 伯伯在街上跌倒 然後每個人都不去幫他 結果伯伯最後因為跌倒 然後就沒有洗傷口 然後就因為細菌感染病死了一樣 其實這些就是平庸之惡所造成的惡果 所以為什麼公務員一定要改革 一定要杜絕這些推卸責任的情況呢 因為他推卸責任就覺得 很輕騎而已 做小樣東西更爽 但不知道自己背後是揹著一兩條人命 甚至乎 我相信那些在推卸責任的那群人 曾經有份推卸責任在這件樹木事件的人 相信他們對於這件事是毫無任何內疚感的 下一則新聞 衛生署在昨天公布在旺角的一間食股 爆發了三宗懷疑食物中毒事件 涉及到九名食客 當中有五個人已經求醫 一個人必須入院 全部人情況穩定 據了解 涉事的食股是旺角波蘭街1889號樓上 一個茶寮的地方 受影響的九名人士都進食了一道 黃金流沙軟殼蟹龍蝦海黃汁意大利匯飯的菜式 有職員就說 其實當天不知道九個人是吃過這個飯的 有其他人都吃過 不過有見及此都已經把這道菜下架了 可能應該是跟龍蝦又說軟殼蟹有關 因為這些海鮮最容易就是土鵝土舍的 下一則新聞 2019年11月警方圍堵理工大學的時候 大批示威者在校外與警方發生衝突 其中有一個Youtuber叫逆卓邦被判 判了坐44至56個月不但 其中逆卓邦被判囚50個月 和大家爆料 其實我做了一些資料備份 這個逆卓邦其實和猴子以前都是有些朋友 有些合拍的影片 不過猴子以前也有評論過這件事 也說為什麼手足可憐等等 但現在的影片已經剷走了 我已經處理好了 看適當時候交給國安 總之這些黃絲黑暴 就是要抵判 那些跟黃絲黑暴 黃絲黑暴是朋友不是錯 但是利用媒體去散播煽動訊息 就算影片剷掉也好 就未必不一定不是罪 這方面到時就等警察叔叔慢慢去處理 這些就真的留待官員去做解釋 下一則新聞 食環處驗到無牌網店的大閘蟹 涉嫌用了一些禁用的瘦藥 即是用了禁藥去令蟹又生得大隻 又生得快些 又肉多些 所以大家吃蟹還吃蟹 我知道在網店買很多東西都比較便宜 但對於我來說 我在網店買東西 關於食的東西 特別是大閘蟹這些 真的買不過 我自己或是我家人 其實是有上淘寶買糖吃的 還有一些沖劑咖啡也有買的 但都是這一類型的東西才敢買 但你說好像蟹這些 即是跟活肉有關 跟那些動物有關 真的完全不敢買 因為我就當別人 即是沒有用那些禁藥都好 但其實整個運輸過程會發生什麼事 這些無人知道 所以 即是奉勸大家 食物放到入口那些 即是你不是說糖啊 蜜蜂包裝啊那些的話 都不要博了 好了下一則新聞 醫療事故 醫管局昨天新一期的風險通報 公布了在今年第二季 發生了五宗醫療風險事件 當中有一名病人 因為右鼻的鼻息肉病變 所以需要進行鼻虧鏡 去抽取活體組織檢查 但醫生錯誤地把左鼻的組織抽去檢查 事件是直到覆診的時候才被揭發 另外 醫管局也披露三宗手術 或者是介入式程序 遺漏了工具 在一個末期的腎衰竭病人體內 還要事隔一年 還要是因為病人因為水腫 因為其他病人入院才發現 相當之危險 但大家信不信公營醫院這麼大間 每天處理這麼多病人 居然只有五宗醫療風險事件 這些問題交給大家想 下一則新聞 王國提倡禁止高級公務員 取取雙重國籍 曾國慧表示無意改規定 認為宣誓已屬於外國者 工聯會王國關注高級及首長級公務員國籍問題 擔憂相關公職人員持有外國國籍 只是宣誓效忠不足解決雙重效忠的問題 問到當局會否加入相關國籍指引 曾國慧表示 既然宣誓及擁護基本法 便符合外國者治港的原則 其實工聯會王國絕對是一個 怎麼說好呢 我會覺得政治敏感度不足 恕我這麼直接批評一個人 因為他應該沒有看我的節目 我之前在一集中都很詳細解釋過 為什麼一些高官 他們是要刻意改回自己的國籍才可以做官 然後為什麼現在有這麼多 可能是AO或者政治助理 他們是拿著外國國籍 這些是英國的陰謀 英國是早在二十幾三十年前已經默釋了當時的所有精英 去哄他們換成英國國籍 目的就是等到回歸之後 香港政府去做一些高層人士默釋的時候令到他們尷尬 他就分不了這件事 現在就跌入英國人的陷阱 去為英國人遞刀子 我會覺得身為一個 你有辦法跟官員說話 你社會地位不低 政治智慧不低的時候 現在還針對著高級首長級公務員的國籍問題 我不知道他有心還是無意 但是這件事很明顯 不知道是故意跌落英國人的陷阱 還是故意用英國人的事情去傷害政府和官員 因為當時英國就是故意把所有精英哄你 覺得給你很多優惠 換成英國人你很有臉 但是背後三十年之後的政治危機不說 有很多人都中了招 甚至乎很多官員都在說 需要是捨棄英國國籍 拿回香港籍才能夠做到官員 即是這件事 如果都不能夠提早知道 還要在2022年 都年尾了 還去拿這件事出來說的話 唉 我不懂去評論 我會覺得除了能幹 即是你做什麼政治人物 你除了要能幹之外 政治意識 政治智慧都很重要 這件事是希望可以 想多一層 因為我覺得很肉酸 不過希望神早新聞 就沒有工聯會的人看到 因為我覺得說話這麼直 我遲早會撞板 但我真的看不過眼 居然還會有這些 唉算了不說太多了 下一則新聞 患有慢性腎病的女子鄧桂絲 在2017年 因為聯合醫院兩名醫生開錯藥 所以引致她的急性肝病發作入院 但經過兩度換肝後 最終在同年的8月去世 死因庭在昨天就著事件 展開閉門聆訊的檢討 根據司法機構的網站 案件會排到2023年2月27日開審 預料需要用15天去處理 據悉 被列為利害關係方的醫管局 將會由資深大律師蔡維邦代表 家屬也會去倒庭 其實這些很難追討 人家也出動了資深大律師 人家又是醫生 你自己又不是醫生 人家說 其實沒有開錯藥的 醫生在這個狀況開這個藥 我們的醫生做了20多年醫 你普通人就不要質疑那麼多 為什麼我會說這些對白呢 因為這些對白我親耳聽過 所以我是真的很了解醫療界當中的黑暗 而且我都相信我自己是醫療界當中 比較感言的一個人 因為我就是被這個界別完全逐了我出去 所以我不需要擔心自己將來在醫護界前途的問題 因為已經被港安醫院和一眾當時的老師校長 已經是騙殺了 所以也就是說 為什麼我比較感言可以去說這方面的事情 因為第一我是一個見證人 第二就是我都不再是這一行 他們都玩到這麼盡 那就不要說怕被人爆了這些壞事出來 總之就算是開錯藥也好 甚至乎真的手術出錯 搞到人命傷亡也好 小市民你想去維權的話 就熱意不要抱有太多錯誤的期望 因為太多錯誤的希望 會令到自己會第二次的心靈受損 下一則新聞 中環發生了襲警案 今天凌晨1時 有警員巡經皇后大道中70號對開 發現一名男子情緒激動 於是上前查折期間 這名男子發惡動操打傷了一名男警 隨即被制服 這名姓李的23歲男子涉嫌襲警被捕 這些活該 以為發脾氣全世界就要揍住你 沒有的 即是你打傷人的話 就按住你回警署慢慢坐 下一則新聞 在葵聰一個襲馬尾的男司機 預查時逃走 男警在追捷時跌傷送丸 可惜最後被這個人逃走 因為這個人是駕駛的 警方把案件列作為狂亂駕駛處理 正在追輯一個20至30歲 觸馬尾戴眼鏡身穿黑衣的男子歸案 不過無所謂的 反正駕駛有車牌 要找人一定很容易找到 所以你這一刻走到無所謂 但你真的可以走到一輩子嗎 當然不行 下一則新聞 在港鐵金鐘站 一個44歲的女子 遭到非禮 警方追輯一個白髮的中年看 下一則新聞 港鐵美孚站 一個16歲的少女 遭到偷拍裙底 22歲的青年 涉案被捕 這些也是活該自己拿來的 下一則新聞 西貢兄弟為了生活開支 所以罵回 他哥哥手持隨仔 揚言要毀屋 所以被捕 在昨天晚上8時 在西貢白沙灣的一間村屋 一對姓石的兄弟 不小了 58歲和49歲 據報因為生活開支問題 而罵大交 期間卿長露火中燒 揚言會以鐵錘毀壞所有家具 帝府文言擔心有人老修成路 所以慌忙報警 即場在包卿身上 手獲了一把大約一米長的鐵錘 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而被拘捕 案件交給黃大仙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下一則新聞 在昨天晚上6時 警方接獲洛馬州的番田村 一個48歲姓洪的女子報案 早前在VChat應用程式認識了一名男子 對方介紹她使用一個網上平台 購買阿里巴巴的網上禮券 並且說當你去轉售的時候 就可以賺取佣金 市主之後就用30萬匯諾指定的銀行戶口 但未能拿回相應款項 懷疑受騙報警 這些又是被人騙了 說起這些騙案的時候 前幾天我發生了一件趣事 有一個觀眾 不知道是不是觀眾 無緣無故就發訊 我說 警仔你平時都不教人防獸騙 你很壞 然後我就問他 你近日有沒有看我的影片 然後他就知不已對 然後又說 你這個死變態 你都不教人防騙 你什麼都不懂 但我都自覺 我應該是所有藍營 甚至乎是黃營 我應該是所有KOL裡面 介紹太多 即是介紹很多那些防詐騙的方式 給大家 但有一天 真的無故被一個 好像精神失常的觀眾 WhatsApp來罵我 真的不知道他什麼事 然後我見他情緒有點不穩定 我就直接封鎖他就算了 因為我會覺得 你正常一個有看我的人 肯定知道我是有天天去說 我去分享怎樣防騙 最新有什麼騙徒技術 用什麼心態價值觀可以避開 但無緣無故被人罵到一面屁 我真的 人都呆了 見到這些有問題的人 WhatsApp封鎖他就算了 下一單新聞 一個29歲的女子 認證股票網的打手 被人騙了13萬6千 其實現在所有港股都跌到傻了 那究竟請打手有什麼用呢 沒有意思 即是股票網打手 那倒不如就是說 香港政府做好經濟 等恆子不要說升到23000點 升到2000點也好 即現在跌到14000點 其實我都隱約覺得 有些問題在這裏 即是現在大家都掩耳盜鈴 雖然我自己就沒有持有任何股票 但是我自己是隱隱覺得 現在香港的經濟 的確是 即不是說實體經濟 是一些虛擬經濟上 其實是存在很大的問題 但是 就似乎立法會議員也好 行會成員也好 甚至乎政府本身 都好像沒有去正視問題的所在 亦都沒有就是說 他就著現在這麼多 即是差不多的跌幅這麼誇張 都沒有發過言一句 其實這件事 我作為一個小市民的角度去看 都覺得挺詫異的 因為恆子差不多累計都跌了1萬點 是跌了1萬點 還要是說短短幾個月時間跌了1萬點的時候 居然是沒有人出來發過聲 即是就算有也好 是說個別的立法會議員 是因為他自己股票的虧損 而被媒體訪問 而不是說他就著整個大環境去作為評論 我自己會去想 如果11月2日那個金融峰會完結 都沒有什麼利好消息的話 其實我整體上 對於關於股票市場的事 是真的會持有一個悲觀態度 不過悲觀還悲觀 無論他升1萬點 和跌1萬點也好 都不關我的事 因為我就不會玩的 當然也是因為我以前 就有些價值觀建立了在這裏 所以就 我自己就不太相信股票這件事 雖然我知道 我也都見過有不少的朋友 是因此而賺錢的 但是我自己就有些問題 就是綁住了自己 所以我就應該不會去玩這些 好了 今集的節目就來到這裏 今集相對的閒言閒語比較多 因為我見到工聯會王國那個人 他講的言論 令到我忍不住 不過幸好他是工聯會 如果他是民主黨的人 去講這些言論的話 我應該開一集直接去罵這些人 好了 今集就真的來到這裏 就這樣吧 拜拜